文昌講古經 主持文昌 文昌講古經 主持文昌 文昌講古經 主持文昌 文昌講古經 又和大家見面 下星期開始 因為D100 都有節目重組的關係 文昌講古經 會和大家 少見面兩天 所以更加要珍惜 和大家相處的時間 說回日前 我收到朋友 轉過來的 關於中文大學的Facebook 貼晚 上面提及 內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首次向香港青年學者開放 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申請 而最終 中文大學有13位教授 獲頒 2022年度的青年科學基金項目 每項支助經費 30萬人民幣 支助期是3年 請留意一下 下面的這個留言 全部都是說 那些教授全部都是XYZ 全部都是內地姓氏 內地名字 還有人說 政治不正確 應該叫做中國香港中文大學 才可以配襯得起 這樣說 雖然 大家看上去好像說 今次這個基金申請 全部都是內地來的學者 但事實就是 這個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 本來 內地就叫做國家傑青 或者叫傑青 就是1994年國務院設立的總理基金 之後才正式改名 基本上就是資助45歲以下的青年學者 一些創新研究 而內地的學術殿堂 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 合稱兩院 裏面有很多院士都獲得過國家傑青的資助 因此國家傑青一向有院士搖籃的美語 過去都主要是攀給一些內地的高等院校的所謂學者 亦都有一些中科院的研究員 現在呢 首次向中國香港 終於連同香港的學者 他都叫計數 所以其實攀給香港都是首次的 你考慮到他的背景 都是資助 本來就是內地出身的為主 所以結果 今次中大的全部都是內地出身的學者 絕對是不出奇的 加上涉及這個所謂自然科學方面的研究 這些自然科學研究 香港其實很少人鑽研的 如果真的有興趣鑽研的話 亦都可能已經呼吸海外 所以亦都是造成了這樣的現象 不過呢 根據財新剛剛的報道 也有提及 原來香港的留學潮又再延 不是說海外的學生來香港 而是說內地留學生 經過了三年的低潮之後 又再次回流香港 這是財新週刊的獨家報道 今年七月開始 沙田大埔 例如臨近香港中文大學 城市大學一帶的租盤都變得搶手 部分租金更加比年初提升超過兩成 大家都知道 現在香港的樓價向下 租金也持續滑落 但是唯獨在大學周邊 中大、理工大學、城市大學、港大 這些學府周邊的出租 反而是火熱 三年之後 財新說 內地留學生又重回香港 過去呢 其實香港一直是海外求學的目的地之一 而且呢 香港的大學裡面 在全球排名呢 亦都相當不錯的 包括在QS的這個排名裏面 呢 港大、科大和中大 全球排二十二、三十四和三十九名 但是呢 因為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 香港對於內地人 似乎呢 就不太友好 在內地的群眾心目中 加上呢 很多人覺得香港亂了 或者呢 對香港呢 就有 不太好的觀感 所以呢 就沒有了興趣 但是呢 咦 近期又回流啊 這一個呢 都是一個挺特別的情況 他們呢 很多都是 根據小紅書 內地這個 最受歡迎的 這個社交應用呢 來 怎樣 攻略那些呢 就租房的 而呢 財新方面都了解到 2018年以來 報讀 港大博士和研究型碩士的人數 有兩成的增長 中大呢 近兩年也都收到 研究生申請同比 都增長了四成 而科技大學 霍英東研究生 院長 吳雲偉呢 也都坦然 香港科大研究生學院的 申請數量 快速回升 二二二三學年 報讀 研究生的內地學生人數 比2021年 增長了39% 而呢 港大經濟 及工商管理學院 港府院長 房玉輝也都說 港大NBA的申請人數 也都明顯增加 而 一些 所謂第二 三梯隊的高校 包括證大 這個是財新的說法 申請人數 同比增幅更加大 那就是說呢 那個內地人 希望來香港留學的醫育 除了最頂尖的香港大學之外 其他的學府也是雨露棍尖 譬如 浸會計算機系系主任 隨健良也都跟財新說 2022年度 碩士課程 他們那個人數 計算機系的人數 增長了75% 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 理學碩士的申請特別火爆 不過呢 基於那個課程 是有修身人數限制 最終錄取人數 沒有明顯增加的 畢業在吉林大學 珠海學院廣告專業的 朱東環 也都感慨說 今年申請香港研究生的難度 加大了 學校公佈的研究生 可以向裡面 來香港深造的 就佔了一大半 本來在珠海方面 讀吉林的分校 其實都 這一類 講的是深圳 珠海 讀分校的 其實都很可能 會過來香港的 為什麼呢 有一些香港的院校 也都在內地 包括珠海 都開設了 這些所謂的分校 本來就是為了 接駁而用的 但是呢 今年是內地很多學生 都放棄了去海外升學 根據 留學中介環球教育 廣州校區的校長 黃國華的分析 就說 因為這兩年 留學熱度急增 是因為疫情影響 這家長不願意 那些小孩離開家裡太遠 去歐美留學的就減少了 大量的也都申請選擇 香港的大學 特別是二三梯隊的學校 那位於香港的留學中介機構 Sweetcan 也都承接了香港留學 申請大概六百宗 黎梓杰這位留學顧問就說 申請人之間競爭激烈 在內地捲到香港 由於申請人數激增 幫助一些九百五二一一 就是名校畢業生申請的時候 亦都會分散在不同梯隊的高校 增加錄取的機率 甚至有部分留學機構 都要勸退一些想要報名香港學生 因為太過火熱了 背景一般的學生報校 香港的大專院校都不容易申請 譬如王國華就說 第二年我們還要存額退還中介費 等於八做 除非他們同時申請新加坡 澳洲等等的高校 我們先接單 今年八大院校以外的專上學院都搶 譬如財新了解 今年都會大學 即是前公開大學 朱海學院恆新大學的招生更加火爆 朱海學院工商管理專業 1100人申請 70人入學 應用金融學收到510宗申請 13.7%學生才可以入學 朱海書院都已經自資了 私立書院 這也是非常火爆 我們可以看到 基本上 內地學生來香港 已經成為了 目前疫情之下 加上經濟放緩 你去海外升學 其實成本是相當高的 例如香港 已經成為了他們的首選 過去三年他們都不太 內地的家長 可能都對香港有戒心 但是實際上的情況 形勢比人強 現在也沒有辦法選擇來香港 財新也說 這個成大的金融工程項目 披露了2022年的研究新背景 34名學生裡面 21名畢業在內地的高校 傳播來自復旦、浙江等等 985的強校 他們說前幾年申請不多 成千人報名 我們發出了六七百個 錄取通知 最後才一百人報到 現在申請二千多人 我們選擇的那個 那個 那個圈 那個池 都更加大了 只是給 頭二十個 頂尖的學生發出錄取通知 這個是其中一個 八大院校的學院校長 就跟財新所說的 對 之前也有考慮 因為基於疫情 很多的海外院校 就採用這個 線上教學的形式 對嗎 幾十萬的學費 又不會減的 所以很多人想 去歐美留學 性價比就不太划算 反觀香港 一年的售貨型碩士學費 只有二十萬港元之內 而且財新都提及 在香港畢業之後 回內地 一樣能夠享受一線城市 以落戶補貼 救車等等的種種優惠 所以 也都有人坦然 有學生本來打算去美國 不過簽證 就因為 大家都知道 美國方面 收緊了留學的簽證 而 社會面回歸穩定的香港 又成為了他們的主要選擇 就是說 歐美之路 他們現在未必那麼容易去 加上 航班也經常變動 很多的劉學生 都需要通過香港 接駁去海外 所以為什麼 來港二的配額 每天的配額 需要在海洋之前 都要擴大 即使香港當時疫情 仍然是不斷上升的 不過 大家都知道 海外的高等院校 基本上已經是恢復 進入往年的教學 所以 不應該 疫情成為了 目前的考慮 最主要的因素 當然 早幾個月申請的時候 情況是很不同的 但是 接下來的一年 會不會都是這樣呢 是吧 但是 經濟的考慮 我相信 都是挺重要的 特別是 內地經過了 這兩三年的 封城封散式 動態清零的管控之後 很多人的收入都大減了 是否能夠再支付高岸的 留學費用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內地 今年 也有 香港科技大學 工程專業的 新生 周哲宇 他畢業是 內地的工科強校 東南大學 不過 他將視線轉來香港 因為 他說 往年 他們的大學 東南大學 很多都會去美國和英國 但是 今年 不少來到香港 讀研究生 海外 特別是美國方面 對於 中國學生的敵意 亦都令到 香港成為了 選擇 另外 財生組提到 基於 本科畢業生的升學 壓力加大 加上就業市場差 所以很多畢業生 都選擇 繼續進修 正如 SARS的時候 香港 很多學生 都選擇 繼續讀碩士 原因是 因為 就業市場不景 所以 這個 未必 對於 中國的經濟 基本面 是一個好處 但是 大家都明白 香港方面 反而為責 因為他們來香港 會來 讀書 因為 自資費用 他們要 給錢 給學費 他們也要 租房 衣食住行 都會在香港 所以 對香港 特別是 大學周邊 一些 區域的經濟 不多不少 都有好處 另外 有一個 留學中介 負責人 都提及了 有很多 留學熱潮 都抱著移民的目的 因為 來香港 拿工作簽證 相對容易 而且 薪酬福利 都可以達到市場的水平 如果在香港工作滿七年 就可以申請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所以 這也是吸引的地方 想想香港 特區護照 仍然 免簽方便 很多 而且 香港的薪酬 香港 因為有很多 中產 商業人士移民 所以 其實 都有很多 就業崗位 可能 適合 這些 內地的 學生 所以 他們 也可以 收取更好的 薪酬 正如 為什麼 內地學者 很多海歸之後 都會選擇 來回香港 教書 原因是 因為 薪酬水平 香港隨時高於美國 雖然 研究環境 未必可以上美國 但是 最少 薪酬方面 相當高 所以 這一波 除了 學生來香港 爭取留學 爭取 畢業之後 在香港 找工作機會之外 也有很多 海外的學者 寧願選擇 不要直接回內地 而停留在香港 所以 這個 也是 現在 客觀的事實 但是 有一些 就不會改變的 這個趨勢 似乎 香港在 未來 都會繼續成為 內地人才 一個 很重要的 目的地 作為香港人 都要 適應 都要 明白 這個趨勢 很難不改變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